我們要來介紹就是這個免安裝的這個剪貼布加強 你點進去之後有分32跟64 原則上Windows7以上就是64 那你用32也沒關係 反正裡面有一個這個藍色的對不對 我們都知道其實 微軟的剪貼布最麻煩的就是它永遠只記入最後一個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有些時候我們剪貼的內容 尤其你在做報告或者找資料的時候 有沒有常常在剪剪貼貼 我先問一下請問你有什麼東西會經過剪貼布 文字 圖片 檔案 對不對 還有沒有別的 好像沒有了吧 反正你會摳來摳去的就是這些東西 所以呢 如果你 確認一下喔 在我們的這個最下面這裡 這樣也可以 你可以發現這裡有沒有一個小小的 藍色的有沒有 藍色的有沒有 這裡 你執行的時候這裡就會有 有看到齁 我稍微從這邊才有放大一點齁 好 有沒有 如果是Windows7的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它有那個通知區它會隱藏起來 對不對 各位畫 各位你看一下好了齁 這裡 因為那個Windows7的話它會有 如果你執行了它會在那個三角形裡面 會跑到這裡面來 會跑到這裡面 這種軟體我通常不希望它隱藏起來 所以這個 知道怎麼樣讓它永遠顯示在外面嗎 比較少特別去設定對不對 反正 桌上電腦也許做的希望你不會不便 但是Notebook你都是被強迫升級嗎 像我們最近 我們幫我老婆買一台Notebook 不得已 一定要用Windows8 哈哈 更不習慣齁 差很多 好不管它 你看這裡 就是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選擇齁 就是這個有一個自訂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自訂 放大一點 有看到齁 自訂 好你按下去的話呢 就可以去自己去決定說 我可能這裡齁 自訂 好 你可以自己去決定哪一個軟體 比如說這個軟體 預設的話呢 是什麼 是只有顯示 就是所謂的隱藏 或景顯示通知 你可以選擇 假設你希望永遠都出現 就是把它設定顯示圖示級通知 它就永遠跟之前一樣 就永遠會顯示在外面 這是如果你用Windows7 或Windows8 都一樣的 好這個地方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顯示在外面 我們這種軟體會比較好用一點 好 那現在呢 我點一次給各位看齁 點這邊 點到那個圖上面的左鍵 你看我剛剛有沒有用過哪些東西 我有Call網址 有沒有 有沒有 我有Call文字 我有沒有Call圖片 剛剛這裡有沒有Call圖片 對不對 Call檔案的這裡好像剛好沒有Call到檔案 所以我再往下捲一下囉 往下捲 喔 有這裡有Call檔案的 有沒有看到Copy file 看到了齁 所以有沒有剛剛做的都在 所以你隨時要開始再用 有沒有比較簡單一點 因為這個不用安裝 而且各位 重新開機還會在 這樣才好啊 只有一個比較不好啦 如果你那個密碼有沒有 你不希望留在裡面 你可以把它刪掉啦 事實上呢 這個 你覺得像這種記住的話 要記住多少個會比較好 你覺得要幫你記多少個比較好 人有時候記性也不要太好 因為全部都記住 它會佔比較大的空間嘛 對不對 所以內定值的話 記得應該是記好像50個啦 也就是說超過50個 它就怎麼樣 前面就清掉 前面就清掉 可是有些東西 比如說 有些東西我們可能需要 這段時間 常常需要 我快還會Call其他 可是我不希望它 就怎樣 被淹沒掉了 你可以讓它保留下來 你看我可以 假設PickPick我常用 你可以在上面按右鍵 有一個叫 內容快捷列 永遠不自動刪除 有沒有看到 在這裡 按右鍵喔 在你要的項目上面 按右鍵 內容快捷列 永遠不自動刪除 那麼 當你 設了這個之後 它永遠就會留在上面 有沒有發現圖示會變不一樣 有一個小圖 有沒有 表示說 就算我已經被擠到最下面了 我也不會被刪掉 這樣了解的 好 那要怎麼用 很簡單喔 假設你今天有開一個Office 好 你也開一個Office 怎麼用呢 你找到你要的文字之後 按兩下 DOT 有沒有就進來了 所以 你根本就不用擔心 比如說你看我的圖片 我們剛剛 啊 還好 沒有關 在這裡 假設我要摳這個 我就複製 本來是這樣子就貼進來嘛 對不對 你看我們這邊 剪貼布裡面 他也會幫你記得喔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多一張 一樣點兩下 DOT 有沒有進來了 所以即使我換過了 反正再貼兩下 就進來了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優點 我們可以這樣用 那麼 除了這個以外 各位 Office之間的資料 摳應該比較沒有問題 可是呢 你有沒有常常找資料 或者在 做報告的時候 常常會摳到網頁上的資料 請問網頁上的資料 如果你直接摳 再貼上 會不會包刮那些格式過來 會喔 對不對 如果你這樣貼進來 其實對我們在做文書處理上來講 或簡報 找資料 有沒有不大方便 比如說你看我們去 啊這裡好了 好這裡 你看這裡 有很多新聞有沒有 這些內容 假設我這樣一摳 如果你是這樣子直接摳到我們的 那個文握的裡面 或者是簡報裡面 格式是不會帶進去 所以以往各位會怎麼做 蛤 會經過一個小軟體叫做簡貼布 那個 筆記本 記事本 稍微汆燙過濾一下 把那些格式弄掉 在空壁貼上 就變純文字嘛 以前我們都這樣做嘛 對不對 開玩笑你這樣做就太慢了 齁 來 你看如果你是在這裡用的 我們一般握的也是一樣 就是你貼進去之後 它會有一次機會讓你去選擇 要不要用純文字貼上嘛 但是如果你萬一錯過了 就來不及了 你要把這些格式刪掉就比較麻煩 那我們來試看看喔 你看喔 你用這個小軟體 來 我剛剛摳的是在這裡 對不對第一個嘛 最上面那個 你按右鍵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叫做純文字貼上 不要再去汆燙了 從這邊直接進來就好了 這樣子就會只有文字進來 等一下 這裡按右鍵 以純文字貼上 有沒有發現就只有文字會進來而已 格式都不會進來 那你可以再這樣去整理一下就好了 這樣會了齁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有時候我們摳的這個文 就是你這個內容 可是你會發現說 可能你要的只有什麼 中間這幾個 這幾個 可是標題我也要 那請問你的會怎麼做 就是像這樣啊 比如說你看喔 假設其實我雖然摳這麼大段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你貼到文書處理軟體裡面 你可能還會怎麼樣 比如說我這個不要 這個也不要 我只要留中間這裡跟標題 只是你因為是一次摳起來嘛 你怎麼做 就是到文書處理那邊再去做嘛 然後以後每次貼上就是 都一樣的方法 萬一還要再用一次 就再摳一次 然後再清理一次 這樣有點麻煩 這個小軟體有個好處 它可以直接編輯這個內容 好我們來試看看喔 你看喔 點到它 一樣在上面按右鍵 有沒有發現有個叫編輯剪貼 這裡 你可以先把你的文字內容 就是說我的剪貼簿 我希望每次貼出來都是正確的 不要留一個錯誤的在裡面 然後每次貼出來再來改 這樣就比較慢了 好你可以用這個編輯剪貼 你看喔 好 我現在呢就可以來這裡 編輯剪貼 那個四窗 糟糕 跑到外面去了 編輯剪貼 對 哇 它跑到後面去了 看一下 哇 因為那個畫面超過這個範圍 所以我現在沒辦法跟你講 但是基本上它就是一個文 像WallPay的一樣 你可以先編輯好之後按存檔 下次你每次貼出來都是正確的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會整理什麼 比如說像這裡齁 我們會把一些長料 我會把它整理起來 是讓它可以做群組去做分類喔 只是這樣會變得太複雜啦 我通常就沒有那樣做 我就用比較單純的 反正超過的我就再弄一下 至少這樣我們再做就比較簡單 這樣大概了解這個意思齁 所以這個一定要跟各位介紹 對各位是比較有幫助 工作上馬上就用得到齁